随着资讯技术快速变化 现代更追求高速资讯处理 泰式大汉日本九州大学组成团队 历经约两年的研究有了新发现 就是这个发光记忆体 这是一个利用光感应的全新概念 让资讯传递有了新突破 记忆的过程 我同时把资讯传递出去 那给旁边的人 那整个建立一个网络 那我相信这个应该会有 它的应用的点的地方 目前市面上较为普遍的是 快闪记忆体 主要用于手机或电脑设备上的 资料存取 而发光记忆体则是电阻式记忆体 利用光学特性 不只提升传递速度 更简化复杂的电子电路问题 扣过光的话 你可以把资讯的传递 跟电的读取 把它做整合在一起 那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次世代的 可以符合次世代的应用 因为它的速度 可能会变得比较快 积极开发次世代记忆体元件 发光记忆体结合电子和光学特性 增加记忆体处理效能 未来渴望成为现行记忆体的替代品 研究团队也将持续研发 期待更多的发现 让科技时代再进入另一篇章 人间卫视正名城城 宣宣台北采访报道